11月天气越来越冷,花园里开花的品种越来越少 花没有之前那么大,颜色也没有气候温暖时那么绚烂 周一晚上预警霜冻,晚上捡一些插花 但玫瑰的花苞已经僵掉,不会开放了,只好扔掉 今年剩下的7月8月也是阴雨连绵 7月还有几天在17度 今年玫瑰只开到10月底,这些花苞10月底就有了 气温不高,花瓣都没有打开 随着气温降低,欧洲的新冠感染人数剧增 今天是11月11日,德国今天确诊的感染人数50,196人 今日新冠死亡人数235人 发病率较上一周上升47.8%,而死亡人数较上周增加42%,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护 目前德国的防御措施除了疫苗外,仍然是保持距离及聚集人群处戴口罩 在美发沙龙或者饭店,可以出示新冠阴性测试结果,但不是必须的 因为无论你接种或者被接种疫苗,唯一能衡量为感染病毒的指标,仍然是核酸检测 我去美发沙龙前自己测试并对照结果,阳性是两条线,我的是阴性 拍视频带过去,另外带新的检测盒一备即用 有些沙龙提供快速检测,有些要求医生检测证明,但医生的证明比较慢 理论上讲,检测完几小时也有感染可能性,所以检测盒快捷方便 我的这家沙龙是在一个shopping mall里面 周三下午人不多,走过shopping mall时 发现圣诞的Liberkuchen,也称为德国姜饼,已经上市了 这也太早了一点,shopping mall的圣诞节装饰,每年12月才开始 虽说目前感染人数及死亡人数急剧增加,但除了保持距离戴口罩之外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措施 沿途的餐厅也都开着,尽管疫情两年来,德国的累计感染超过489万人 死亡97000多人,但生活工作都没有停摆,可以home office的就不用坐班 大家通过视频,电邮及文件数据传输减少感染机会 我的美发沙龙在楼上,去年疫情初期,我试了很多更喜欢这家的美发师 楼上右边就是这家沙龙,在目前感染人数激增的状况下 大家可以自带药店的一次性检测盒,到店检测,但要提前20分钟到,因为检测要等15分钟才能出结果 德国美发沙龙用的产品都不一样,比如这家的专业洗发水和护发用品,相当不错 美妆店、药妆店偶尔有部分产品卖 比如洗发水及护发素,但不全,只有专业美发店卖全部产品 谢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